人类长期以来都一直梦想着能够逃脱出爱因斯坦理论的牢笼,朝着那些遥远的恒星们前进。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不断地阻扰着我们,那就是不可动摇的物理定律。 任何有实体的物体都不可能达到光速的速度,更不用说是超越光速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此外,如果想要在恒星之间移动的话,光速似乎也太慢了。 例如说,要到达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以光速行驶的话,需要花上四年以上的时间。 更不用说那些遥远的星系了。 到达仙女座星系需要超过两百万年的时间,但它可是距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巨型星系。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速度到达呢? 或者,即使我们人类无法从正面突破物理定律,但有没有可能用某种方式来规避它们呢? 这里是TOPSHINE频道。 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赶快来看看影片吧! 阿库别瑞驱速引擎的驱速炮 这种移动方式被认为是最符合科学理论的一种。 这就是为什么它会经常出现在讲究现实的电影、书籍和电子游戏里。 如果我们能够讨论星际冒险世界中的现实,那就再好不过了。 墨西哥的物理学家米盖尔·阿库别瑞在观看电视剧《星际争霸战》时,脑中浮现了这个想法。 这处有名的电视剧里出现了名为Interlight的超光速引擎,阿库别瑞想要把这个想法实现。 在船的前方将空间压缩,再从后方恢复。 这在现实世界中也是可行的,但在一开始的计算中并没有给出这么乐观的前景。 这是因为如果要打造出这样的加速器,需要有相当于整个宇宙的质量。 然而,根据后来更准确的计算表明,只需要一颗木星的质量就够了。 虽然这个量也不是很小,但整个状况却变得完全不同了。 如果这个模型能够进一步发展的话,所需的质量或许只要和小行星差不多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会为那颗要牺牲的小行星感到遗憾,但为了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没有不行动的理由。 让我们把焦点转向由阿库别瑞驱速引擎驱动的宇宙飞船吧。 宇宙飞船处于驱速炮中,这是一个与整个宇宙分离的气泡,移动的并不是驱速炮,而是它周围的空间。 宇宙飞船仍然在那里。 这件事会引发各种纯粹的技术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如何停止航行。 由于宇宙飞船实际上是位于世界世界的另一侧,因此无法从宇宙飞船上向任何地方发送讯号。 驱速炮也没有办法从外部停止。 由于那不可思议的相对论效应,对外侧来说甚至无法看到阿库别瑞驱速引擎的驱速炮,光学信息的传输速度还是没有办法超过光速。 因此即使阿库别瑞驱速引擎的驱速炮直直地向我们冲过来,但也只能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看到它到底是在哪里。 另一个问题是,非常精确的路线规划对这个过程至关重要。 对宇宙飞船来说,与大天体的碰撞是致命的危险,对天体来说也是同样的状况。 如果一颗子弹以0.99光速飞向地球,当然不会将我们居住的星球毁灭掉。 然而它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地质变动。 试想一个包含整艘宇宙飞船,且速度是超光速的太空气泡撞上我们,又会如何呢? 最后,我们将会面临到辐射污染的严重问题。 有一些研究人员担心,阿库别瑞驱速引擎的驱速炮里面的一切都会因为强烈的辐射而被摧毁殆尽。 另外,其他研究人员表示,原则上宇宙飞船上的人员不会有事,但周围环境将会面临到更大的危险。 宇宙并不是真空的,大量的气体和尘埃掉落在驱速炮上面,从驱速炮的速度接受到强烈的能量,辐射在整个航程中持续存在着。 然而,最可怕的时刻是船到达目的地,泡沫破碎的那一瞬间。 大量的物质变成放射性粒子,这将会摧毁驱速炮和到达地点的整个周边环境。 虽然和其他潜在的超光速旅行方法比起来,科学家对阿库别瑞驱速引擎进行了更认真的研究,但这个方法仍处于概念阶段,并且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虫洞 虫洞有时候也被称为地鼠丘,是另一个星际旅行的方法,这也是大众媒体经常会拿来报道的题材。 大家有看过《星际效应》吗?这部电影清楚地解释了虫洞的要点。 这部电影情节的关键就是在我们的太阳系中有一个虫洞打开并通往亮一个星系。 现在请各位想象一下,假设一张纸上有两个点,分别是A和B,您需要用铅笔将这两个点连接起来。 是画一条直线吗?不对,让我们来作弊一下。 将纸张折叠起来,让A点和B点重叠。 再用铅笔自穿A点,将笔尖带到B点。 这样做的话就快多了。 以纸张来说明虫洞的话,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的情况可是要复杂许多。 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虫洞,但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即使真的存在,它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说不定这种东西一旦形成,就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内分解。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当下如果有宇宙飞船位于虫洞内,那接下来的命运将会非常的凄惨。 宇宙飞船会被空间本身压得粉身碎骨。 还有一个问题,能不能从入口和出口这两侧进入虫洞呢? 还是说只有单向通行意图? 如果这是一条单行道,那么前往宇宙遥远角落的探险队将没有返回的希望, 与地球的所有联系都会被切断,只能将自己交给命运吧。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稳定的虫洞可以从两侧进入。 根据最近的研究数据显示,这样的虫洞必须要充满负质量的物质才可以。 至于这种类型的物质是否存在,仍然存在着疑问。 我们是否能自己创造虫洞也是需要怀疑的一点。 根据一些计算,要制造入口和出口所需的能量与超大质量黑洞烧毁的所需能量是差不多的。 另外,即使这个计算可能有些夸张,但无论如何,还是需要那些假设上的负质量物质。 很有趣的是,除了星际旅行之外,可以从两侧进入和退出的稳定虫洞还有其他用途。 透过虫洞可以到达别的宇宙,或者是进行人类梦寐以求的时间旅行。 因为这样,虫洞一侧的开口需要稍微变年轻才行。 如果要让其中的一个开口变年轻,也就是减慢时间的流动,需要将其放置在黑洞旁边,不然就是要以相对论的速度来移动,然后将其回复到原来的位置。 由于虫洞内的时间是照着正常状况流动的,如果一个旅行者从旧开口进入,在那里正常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之后再从年轻开口出来,在那里的时间流逝得很慢,那么它就穿越到了过去。 超空间 如果存在着一个具有相似物理定律的平行宇宙,而且它通过许多入口和出口与我们的宇宙相连呢? 这就是所谓的超空间,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为虫洞网络。 虫洞网络连接着我们宇宙中的各个地点,并可以在这些地点之间进行高速旅行。 很可惜的是,这种方法也存在着与虫洞相同的问题。 此外,目前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平行宇宙是存在的。 而且,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宇宙,是否能保证那里的物理定律与我们宇宙中的相同呢? 如果在那个世界中,所有的原子核比氢祸害重的化学元素都不稳定,就像我们世界中的繁和organism一样,那又会变得如何呢? 这样一来,从我们的世界移动到平行宇宙的所有东西都会在一转眼之间燃烧并分解成原子层。 在这种世界里,穿梭于星际之间又是怎样的体验呢? 以上,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希望大家都喜欢今天的影片。 总结来说,想要踏上第一次星际之旅的话,仅仅发展技术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解决所有普通物理和宇宙学相关的问题。 在目前这个时间点,问题、假设和推论都远多于答案或者是确凿的事实。 然而,人类仍然有希望在这些领域中取得重大的突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罢了。 使用什么技术并不重要,只要建造出一艘星际宇宙飞船,就能开始我们的星际之旅了。 这辆宇宙飞船可以到达附近的恒星,如半人马座α星或天狼星,甚至是更遥远的恒星。 或许还可以达到我们银河系的核心和更远的星系。 光是想象这些状况就会觉得非常有趣。 您对制造超光速加速器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或是对其他主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建议呢?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向我们提出。 请在底下留言板写下你的意见。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一定要记得按个赞并分享到社交网站上给你的亲朋好友。 先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忙。 那么又到了暂时说再见的时候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次的影片吧。 拜拜。 拜拜。